歡迎來到Brother YouTube Channel 為了可以完全使用打眼機的功能 我們需要安裝一個驅動程式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安裝驅動程式 首先在最頂網址的一項 輸入support.brother.com 進入Brother支援網站 然後按產品搜尋 在E型號名稱搜尋這一欄 輸入打眼機的型號 你可以輸入型號入面的數字 都可以直接找到相關型號 入完之後按搜尋 就會跳到下一個頁面 跳到新頁面之後 按下載 瀏覽器會自動偵測電腦版本 如果沒有正確偵測 你可以選擇電腦版本 再按OK 我們選擇完整驅動程式及軟體安裝包 然後滾落一點點 按同意最終用戶授權協議並下載 然後就會開始自動下載驅動程式的安裝檔 下載完成後 點擊兩下開啟安裝檔 再點擊Start Here Map 開始安裝 然後安裝程式會自動彈出 閱讀授權合約 然後點選我接受本授權合約 再按下一步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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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這一類的USB線通常都可以在電腦店買到 記得購買的時候就不要超過1.5米了 我們拿出梯形的面口 然後打開機蓋 把梯形的面口插入打印機的USB位置 然後沿著粒位把USB線放好 然後關上機蓋 然後把長方形的USB線插入電腦的USB位置 如果你的電腦沒有USB-A的插口 可能就需要購買一個轉換器 才可以用到USB線安裝 當連接好電腦和打印機之後 推動程式就會自動偵測到 你所連接的Brother打印機 我們點算它再按下一步 如果你有需要安裝iPrint & Scan 可以按從App Store下載 如果沒有需要可以按下一步 然後我們來到安裝的部分 首先按繼續 閱讀 welche可協議 如果沒問題就有可以按繼續 對吧 如果你有必要為可按 CH sit contrary 如果你有空區不需要 szy 可以按關閉 可以自行選擇移到垃圾桶或保留 按確定結束這個安裝步驟 看到這個畫面代表安裝已經完成 你可以正式使用你的Brother單機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